二战中最不务正业的轰炸机是谁 是15架英国的惠灵顿轰炸机了 因为在他们的机身下面挂的不是炸弹 而是呼拉圈 很难得意见吧 所以这些呼拉圈究竟有什么用 而惠灵顿又为什么要挂上它们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掌掌见识 这些呼拉圈是用来扫雷的 而且扫的是海里面的水雷 关于水雷的知识我以前已经讲过了 如果你已经看过那个视频 就应该已经知道 水雷是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的 早期水雷都是接触式的 它们要么直接浮在水面上 要么系上一根链子半潜在水面以下 靠经过的船只触碰隐性来引爆 但这样的缺点就是不够隐蔽嘛 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呢 德国人就率先开发出了一种全新的水雷 雌性水雷 它可以直接被沉到较浅的海底 然后静静的等在那儿 一旦上方有船只经过 不经接触就会触发起爆炸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它们一个是磁铁 另一个则可以探测出磁铁 玩过磁铁的人都知道 当我们把某个东西 比方说一个回行针跟磁铁接触久了之后 即便拿开磁铁 它也能继续把别的回行针给吸住 这是因为它已经被磁铁给磁化了 而地球就是这样一块巨大的磁铁 所以它也能够磁化 跟它接触在一起的东西 比如一艘从造船舱里面 刚刚下线的战舰 于是战舰也就成了一块可以移动的磁铁了 这块磁铁来到海面上 走到哪里就会对哪里的磁场 带来微小的改变 磁性水雷正式利用了这一点 在它的身体里面装有磁针 磁针会随着周围磁场的变化发生转动 当一个磁性较强的物体经过其伤方时 磁针转动的角度就会超过预知 于是起爆电路被接通 水雷也就当场爆炸了 你看不需要接触吧 而水雷本身就很令人恐惧了 更不要提这种隐蔽性更强的非接触式水雷了 不仅躲起来困难少起来痛苦 更关键的是在水中 非接触的爆炸本身反而比接触在一起爆炸 伤害性更强 这有点反直觉对不对 爆炸不应该是离得越近伤得越深吗 在水里面离得近只会伤你一次 而离得远一点则会伤你N次 研究表明水中发生爆炸时 能量会以三种最关键的形式得以释放 第一种是冲击波 大约占总能量释放的53% 第二种是热量 占总能量的46% 剩下的大约1%则是光了 而对水面船只造成最大伤害的 就来源于第一项冲击波 但这就完了吗 没有啊 还有由冲击波造成的气泡攻击 所以第一波 由不可压缩的水传递过来的冲击波 就已经比陆地上由空气传播过来的冲击波 强了1000倍了 因为水的密度大约是空气的1000倍嘛 足以把任何船只轰出一个大口子来了 接下来更猛烈的第二波开始了 由于水下爆炸的瞬间膨胀会导致大量气泡的产生 这些气泡在产生之后会持续膨胀 直到与外界的水压达到平衡后收缩 然后再次膨胀 再次收缩 再次膨胀 再次收缩 反复进行很多次 每一次将一部分的能量释放掉 最后才会彻底平静 在这个过程中 水面上的船只会经历什么呢 会经历仿佛像一只手握着船的两边 这样来回弯折一般 顶起拉下 顶起拉下 如果第一波的直接伤害 只是将船身撕开了一道口的话 那么第二第三第N波的间接伤害 则会最终将船身摆成两半 很难再有生存的机会了 所以你就能理解英国人得有多痛恨德国人的磁性水雷了 从普通的运输船到皇家海军的主力巡洋舰 都成为了磁性水雷的受害者 丘吉尔首相在唐宁街10号里面简直气得直跺脚 但光气不顶 得要想办法去扫除这种水雷才行 机缘巧合之下 英国捕获了一枚德国的磁性水雷 在拆开并研究了一番之后 他们信心大增 这玩意儿不就是个不长眼睛的磁铁探测器吗 既然是个磁铁就能够让它引爆 那我们就做一些假磁铁好了 让这些假磁铁从它上面经过 诱发它们物诈 不就消除了它们的威胁了吗 假磁铁从哪来呢 电磁效应告诉我们电可以产生磁 那就用电磁线圈 既轻变又灵活 把它装哪呢 装在传统的扫雷艇上可以吗 可以的 但就是效率比较低 危险系数比较大 因为扫雷艇只能放慢速度走直线 半天扫不了多少雷出来还很容易就变成了呆载的羔羊 那更快的方法是什么呢 英国人开了一个脑洞 飞机不是飞得很快吗 为什么不在飞机的下方装个电磁线圈 然后让它贴着海面一遍一遍的飞呢 这个真的可以有啊 于是经过仔细的探讨 英国人选择了自己产量最多的惠灵盾轰炸机 来扮演临时扫雷飞机的角色 在它的机身下方呢 安装了一个由轻质木材做成的中空圆环 并在圆环当中买上铝芯电线 用飞机上的发电机为其通电 就能把这个木头圆环变成一个巨大的电磁铁圆环了 从此啊 一种全新的惠灵盾轰炸机型号便诞生了 它被启名惠灵盾DWi 意思是带着无线定向装置的惠灵盾轰炸机 为什么起个如此隐晦的名字呢 很显然嘛 是怕敌方的情报人员一听就知道 哎 他们有个能够对付咱们的磁性水雷的先进玩意了 1940年1月8日 惠灵盾DWi扫雷机出战告捷 以极高的效率扫除了德军部下的磁性水雷 随后又在同年的5月10日 上演了其辉煌的高光时刻 为逃离封锁的荷兰王室 清除了一片干净的水域 使其安全地到达了英国 丘吉尔终于高兴了 大声在演讲当中宣布 现在磁性水雷已经不再具有威胁了 他这句话背后的意思还有啊 小样就你会用磁性水雷吗 我也会 但我不但会用还会扫哦 你会吗 所以随后英军就开始了 大量不设磁性水雷的操作了 搞得德国开始头疼不已了 老师和学生调了个个 现在换成德国人开始学习 英国人是怎么扫雷的了 啊 原来你是用飞机挂线圈啊 我也可以有啊 于是他们就在自己的熔科大妈 JU-52型运输机的机身下 挂上了跟英国人一模一样的电磁线圈 也开始这样扫出英国人部下的磁性水雷了 与此同时别的国家 比如美国法国俄罗斯也都研制了各自的扫雷飞机 大有一种要来一个空中呼拉圈世界杯的意思 但很快啊 他们都消失不见了 为什么呢 因为空中的扫雷机 确实是要比海面上的扫雷艇要快 但它在空中却是最慢的存在啊 所以就很容易成为其他战斗机枪口下的高扬 雷是越扫越扫了 自己呢 更是有去无回了 所以空中扫雷便渐渐就叫停了 而且啊 它也只能扫出磁性水雷 还只能是布的比较浅的磁性水雷 对于后来出现的靠声纹 压力与震动触发的非接触水雷而言 根本就是毫无用处的 那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总不能只是因为长得奇怪嘛 好了 我是火箭书 关注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我左右手呢 各有一辆坦克模型 熟悉的朋友应该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啊 左手是一辆德国的鲍尔A5 右手呢 是一辆英国的挑战者2 尽管它们都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主战坦克 但它们用的主炮却截然不同 鲍2以及世界上其他绝大多数的坦克上 装着的是一门滑堂炮 但挑战者2呢 装着的却是一门线堂炮 非常传统啊 是自打人类发明步枪以来 就一直在用的枪管和炮管了 它的明显特征是 在炮管的内壁上刻有一圈这样的螺旋形的弹线 能够使穿过其中的炮弹与其结合 从而被动的快速旋转起来 达到稳定飞行的目的 称之为旋转稳定 它跟陀螺效应是有关系的 具体咱们就不展开说了 总之你看这枚旋转炮弹的慢镜头 轨迹那是相当的稳定有没有啊 但如果不让炮弹旋转呢 比方说用不带弹线的滑弹炮 来发射这样一枚炮弹 一出弹啊 就是肉眼可见的翻滚和扭曲了 这要是飞上一阵子 还有啥精度可言呢 所以理论上嘛 对于发射任何大小的实心弹丸 线弹炮都是更好的选择嘛 一开始也的确是这样的 坦克从一战开始出现 到二战变得不可取代 他们装着的可都是要精度的线弹炮 可是到了1960年代 第一个吃螃蟹的家伙就出现了 苏联人在他们的新款坦克T-62上 居然装了一门115毫米的滑膛炮 所以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很快大家几乎就都换上了滑膛炮 而为什么就英国还坚守传统至今呢 好 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弹药 一开始啊 坦克上使用的几乎只有一种炮弹 穿甲弹 简称AP 本质上它就是一颗放大了的子弹而已 削尖了头的实心铁驼子 用蛮力硬生生的将对方的装甲给撕开 在内部输送伤害 后来为了增加伤害的输出 还出现了一种稍稍改进的版本 在弹头里面掏一个空枪 往空枪里面装满炸药和隐性 使其穿过装甲后还能炸开 算是附了一层黑啊 可装甲它也不是吃素的啊 你升级我不也能升级吗 随着盾越来越强 后来的AP就不吃香了 到了二战后期啊 想要再用AP弹去击穿像是 虎二IS-3这类重型坦克的装甲呢 已经变得不切实际了 此时的坦克炮弹 开始朝着两个方向去发展了 脱壳穿甲弹APDS和高爆破甲弹HEAT 先来说APDS啊 它同样靠的是弹丸本身的动能 去穿透装甲的 但是跟AP不同啊 后者的弹丸是整个弹头 而前者的弹丸呢 只有中间的弹芯部分 因为归根结底啊 只有中间的弹芯 才会参与到真正的穿甲的过程嘛 既然这样干嘛 不把多余的重量给减掉呢 炮弹在更新之后呢 就能跑出更高的速度 从而获得更大的动能嘛 但是啊 如果穿甲弹只留着弹芯的部分的话 就太细了 就无法获得足够的粗速度了嘛 解决的办法是啊 还是用大口径的炮管 只不过呢 在弹芯周围套上一个 正好跟炮管口径一致的秤套 等它打出炮管之后 再直接脱掉就可以了 算是穿甲弹的助推器吧 而且人们还发现啊 这根弹芯是越长越好 越细越好啊 锚果然是越来越像锚了 当然也有例外啊 另一个方向的HIT破甲弹呢 需要的其实就不是速度 所带来的动能了 它利用的是特殊的空心装钥 在爆炸时产生的高温高速 高度集中的金属射流 来穿透装甲了 它也是如今反坦克火箭 和导弹上常用的弹头啊 就是到了这会儿啊 线塘炮从香磨磨变成绊脚石了 对APDS和HIT弹来说呢 它都是一个障碍 前者我刚才是不是说过了啊 人们发现 这个穿甲弹用的弹芯啊 是越长越好 越细越好啊 但是当它太细 比方说长径比达到了6到7的时候呢 稳定它所需要的旋转速度呢 已经超过了线塘炮管 所能够提供的极限了 于是你要是接着再用线塘炮 那就意味着把一个天花板 盖在了穿甲弹的头上了嘛 后者我也说过啊 它需要的是高温高速 高度集中的金属射流 但是你一旋转起来 这股射流不就在离心力的中容下 被甩开了吗 集中不到一个点上 自然破甲效果也大打折扣了 一个是转不了太快 另一个呢是转快了不行 哎呀这下麻烦了 要说人家苏联人还真的就是厉害啊 在想透了之后呢 哎他们端出了这个 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既然线塘炮怎么都制造不出 能够让穿甲弹稳定飞行的选择速度 那好我就干脆不让你转了 咱们换一个稳定的思路不就得了吗 学火箭用尾翼不一样能够让弹星稳定吗 而且啊速度还能够更快啊 弹线制造的旋转啊 的确是可以让弹丸更加的稳定 但是它也是需要你额外的付出点代价的嘛 动能哎是会有所损失的 但是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呢 由于不需要跟炮管挤得那么紧 滑出去就行了嘛 损失的动能就更少了 哎就带来了更大的速度和更猛的穿甲效果 这妥妥的就是个杀气啊 别的坦克你不学吗 嘿好了 棒二就是第一个学习的西方坦克了 从单身之初呢 就学苏联装上了一门120毫米的滑膛炮 发射的也是不用旋转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和HIT破甲弹了 其他坦克嘛纷纷跟进 除了挑战者 直到2021年初 英国才宣布 他们会在从挑战者2升级而来的挑战者3身上 换装滑膛炮 这反应是不是也太迟缓了 其实吧 也不算 而且原因竟然也跟弹药有关 因为他们一直都很喜欢自己发明的HIT 一款被称为高爆南瓜头的 在弹头里面装满了高能炸药的炮弹 当他撞上敌人的装甲之后呢 会在强烈的挤压之下 将内部大量的炸药撒到装甲的表面 自然 他们是没办法穿透过去的 但其实这就是他想要的目的 只在装甲表面引发大面积的爆炸 然后靠穿过装甲的冲击波 将坦克内壁挣出一些碎块出来 再利用这些碎块呢 来破坏或者是杀伤坦克内的无声与有声力量了 所以他可以利用旋转来稳定 而实际上呢 他还更加喜欢旋转起来呢 因为旋转起来之后呢 能够将炸药撒得更开嘛 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人一直都捧着自己的线糖炮不换了 但现在咋换了呢 因为新装甲让HIT也不好用了嘛 多层的复合装甲削弱了冲击波的传递效率 能穿得过去的波本身就少了 再加上现代装甲的内部呢 一般都加了像凯夫拉这样的防爆衬垫 即使能够炸出点碎片呢 也会被他们给兜住的 就很难再发挥作用了 好吧 还是像主流靠拢 改用滑糖炮吧 二战空中是各种王牌战绩的修场 英国的喷火 美国的地狱猫 德国的BF109 日本的零式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 不过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 那就是在太平洋上空飞行的飞机和在欧洲上空飞行的飞机是明显不同的 最大的区别体现在他们的鼻子上 太平洋战机有着短而平的鼻子 但欧洲战机呢 鼻子通常又尖又长 为什么 最直接的答案在于 他们所用的发动机是不一样的 短平鼻子的战斗机 比如F6F地狱猫零式 所用的发动机呢 是气缸围绕着中心曲轴 像自行车浮条一样 镜像排列的新型发动机 由于可以把气缸尽可能的放在一个平面上 最多就两个吧 就能利用吹过来的风呢 直接把热量给带走了 升去了额外的降温手段 简单方便 但是镜像排列的气缸本身就增加了发动机正面的直径 再加上这个正面呢 还得是需要直接迎着风使劲吹的 你能把它给照上吗 不能嘛 所以便呈现出一种又短又平的外观了 而长肩鼻子的战斗机 比如喷火野马和BF109 它们用的啊 是将气缸分为两列 从前到后斜着 插在中心曲轴两边的V型发动机 所以正面不大 更多的体积呢 体现在侧面 当然就显得长了 而且啊 它用的也不是风能 因为很难用得上嘛 而是随了 主动的随了 使用冷却液在发动机和散热器之间 不断的循环来带走热量 所以把发动机造在一个更加平滑的空间里面 不用担心这里缺风 还能因此而提高气动性能 是更为有利的选择了 于是鼻子就尖了 不过我们是不是还得往身里面再多问几句呢 为什么太平洋战区的飞机 更喜欢用风能而不是水能 反过来也一样 为什么欧洲战区的飞机 更喜欢用水能而不是风能呢 是性能上面的差别吗 这两种发动机在设计上呢 都是非常出色的 也都能提供出强大的动力 所以选哪个其实区别都不大 它们应该不是主要的原因了 那主要原因是啥呢 总结下来大概有这么几方面 首先一个是战斗的可靠性 新型战斗机 以其超级能扛造而闻名 即使在战斗中有个别气缸遭到了破坏 也能够继续保持运行 只不过损失了一些功率而已 而且它散热靠风 灭火也能靠风 所以就不太容易让发动机 整体过热之后当机 但对于夜冷的V型发动机而言 气缸的损坏可能导致冷却液的流失 发动机在无法有效降温之后 便直接停掉了 这个在欧洲上空非常糟糕 但是换在太平洋上空 哪里只是糟糕啊 原因很简单 这里到处都是水 一片无垠的水啊 太平洋空战的特点是 需要长时间的在海面上飞行 无论是战斗还是巡逻 无论往返的是基地还是航母 所以那该死的发动机 绝对是不能停的 但换一个场景 情况就变得有点不一样了 如果喷火在英格兰上空失去了动力 他就不会那么焦虑啊 滑翔和跳伞都是可选项 而且大概率呢 还能够在安全落地后赶回家 喝口压金茶 太平洋呢 你能把飞机滑翔到哪去 又能跳伞飘到哪去呢 哪儿哪儿都是空旷的海面啊 没有茶只有水 不是喝而是过寒了 其次 简单 新型发动机在设计上 往往比V型发动机要简单的多啊 而就是这个简单呢 在这儿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了 相比起欧洲战场优质充足的 后勤保障与维修设施 太平洋的岛屿上和航母上条件 那叫惨不忍睹啊 酷热的气候 缺乏的补给 简陋的设施 还有热带的蚊虫 得了 你不要给我搞什么复杂的发动机啊 越简单越可靠 越快能够修得好 就可以了 看起来除了新型发动机 还有的选吗 不过话说回来 既然新型在这儿有优势 那在欧洲上空不该也有优势吗 为什么就用的不多了呢 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 由于设施完善 它们对于抑郁维护的渴望程度 就没有那么高 二是 V型发动机的供应量 它很充足啊 不用不也是浪费吗 喷火和野马用的 都是罗罗的煤灵发动机 原本它就是作为一款 赛车引擎设计的 早就已经生产出了很多 只需要稍微改动 就能装上飞机了 不比你重新设计生产 新型发动机来的多快好省吗 而且它们的确也更加容易 塞进更小巧的机身当中 使战斗机也变得更加小巧 更加流线 这个肯定会带来一定的空中优势的 最后还跟平台有关 太平洋上的战斗机 很多都是舰载机 你说是扁而短的飞机好放 还是长而尖的飞机好放呢 答案很明显吧 而且海军大概也并不喜欢 损坏的V型发动机 将冷却液流出来 把甲板搞得又湿又滑了吧 好了 以上就是我能够想到的几个原因 当然新型和V型发动机 各自还有很多不同的特点 欢迎大家留言来帮我补充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 讲给你听